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本志愿刚到的新刊 阿姨 我买杯水吧 多少钱 两块 好嘞 好 谢谢阿姨 阿姨 这边洗手间怎么走 洗手间啊 你往前走两步右拐 然后看到那个儒家再往前走两步 然后再走拐 好 谢谢阿姨 小伙子 要是保安不让你进 你就说 住酒店 好嘞 这高达画王最新机器人 哦 多少钱 四十二 我帮你包起来吧 呃 好的 哎 拿好啊 哦 前一年处了 慢走啊 哎 来啦 哎 哈哈 今天怎么来这么晚 我孙子啊 这几天跟我吵 说叫我买一个什么杂志 叫叫叫 科幻时间 科幻世界 那你帮我找一下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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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送钱啊 不用不用 不行不行不行 哎呀 要给他呢 哎呀 不用不用 这是我送给你孙子的 他过两天不是要过生日吗 你就送我王奶奶生的 哈哈哈哈 让他没事到我这儿来看看书 哦 哈哈 那我也不客气了 哎 哎 见过最近怎么样啊 怎么没见他来报厅啊 他在家吗 在的 在的 都要打得他 炭汁 那我最好 有一些 我当然知道 然后都要捏我们 然后我还要弄了 这些兽装 我不能 她还要炒 我认为 你 这些兽装 ach 这些兽装 喂 打扰我 外音 是的 是的 是 請問什麼事 我是留診管理系這邊的 是這樣的 我們是最近要準備了宴會 要進行使用診斷 討論上來就是 需要和畢市裡面 打五分的報告感情 現在打電話過來 就是通知你一下 下個月之前 要配合我们做好准备工作 把宝看厅呢 关掉 好的 好的 那什么时候能重新开业呢 吴阿姨啊 这个意思是 就是宝看厅终于终止了之后 就要永久完毕了 不会再开了 吴阿姨啊 是这个样子啊 吴阿姨 哎 怎么回事啊 昨天还好好的 怎么要关了 这也是早上人家临时通知我的 哎 那怎么办呢 怎么是这样的 这个书包厅关了以后 你们怎么办呀 哎 我们这些老头子 在哪儿去买报纸杂志呢 你得赶快打电话再去问问呀 您好 您好 我是武林这边报刊亭的老板 王秀华 我就是想问问 咱们这个报刊亭下周 是不是要强制关闭 哦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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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这 主任 咱们这个报刊亭下周 能不能不关 是站住啊阿姨 这个事情无外没有办法的 领导要求了 下周日报刊亭的要求要上标 我问你放心 报刊亭关闭了 我们不离你补偿 补偿有什么用 咱们其他地方 没说要关闭报刊亭 就咱们市里要关 你们 主任 不好意思打扰了 今天就到这儿 哎呀 你怎么这么软弱呀 他们这些领导 哪知道咱们老百姓的情况呀 你不跟他们争 他们更是要爬到你头上来了 这个书报题关闭 建国知道吗 你可不要告诉建国 他最近身体一直都不好 我不想让他知道 行行行 那我就不说了 但是这个事啊 你亲自要到主任那里去一下 跟他说不能关了呀 这个 marriage 我们不能欣赏 人家 entertaining 很少大家 spending business 别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马上就到 医生说了你这病能治好了 没有什么大问题 听医生的安心治疗 其医院那么贵 咱们哪有很多存款呢 直接药一够了 行啊 我都已经知道了 知道就好 你还别再让我担心 我是说 我知道包跟厅要关 我们付出那么多心血 包跟厅关了之后 我们哪里来的收入啊 管好我们那点存款 哪里够 人是治好了 日子怎么过 够了那有什么用啊 是脑里跟你说的吧 这老头 老板 那个老板来放剑桨 不是 你怎么岔队啊 我又没岔你队 我都不知道说你什么 哎呀 还不都是因为担心你们吗 算了 算了 我都打听过了 政府不是要关庭报庭 只是要求翻新 公司觉得不赚钱 就让我们关庭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跟我说 行啊 就这样吧 我先走了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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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报刊庭能不能 这报刊庭能不能不收回呀 这个没办法的 押运会要举办 咱大家都得配合 为我们的城市 为我们的城市争口气 关一个月或者两个月重新开业 我们也是愿意的 王阿姨啊 我也很想帮助你 但这个呀 真做不了主 你找我也没用的 你得找文化局 找政府 阿姨你看啊 现在啊 也很少有人看纸质的报刊啊 书籍了 而且这些东西 在网上都可以订购 你放心啊 报刊庭关闭 会给一定补偿的 嗯 行吗 我们也没到退休年龄 这个年纪也不好找工作 报刊庭像是关闭了 我们真的没有收入来源 这么说吧阿姨 我接到的通知呢就是 如果你们自己翻新 就自己花个十几万 把报刊庭翻新一下 要么就是给个三万五万 差不多这样的补偿 其他的 我也不知道 这样吧阿姨 如果有消息了 我再通知你吧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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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